各位知道我們鼻重修 據統計 發生的機會 居然高達20-30% 而且大家最喜歡談的是說 我喜歡鼻被用矽膠 因為重修的時候好拿 可是拿完以後 問題還蠻多的 蠻難處理的 一心一意 造就你的美麗 各位東芬好 我是謝東映醫師 今天我們來談談 鼻重修 記得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 那各位知道我們鼻重修 據統計 發生的機會有多高嗎 居然高達20-30% 也就是說 差不多有四個人做龍鼻手術 就有一個人 可能需要重修 這是非常非常高的機率 所以其實對於我們龍鼻的客人 是一個非常大的心理壓力 無論是還沒有做之前 其實很擔心之後會重修 已經做完了鼻子 現在鼻子很好看 也擔心未來會重修 甚至正在經歷重修的客人 其實這時候真的是身心煎熬 那這麼高的重修率 今天來試著分析 常見的重修原因 然後還有他解決的方法 以及我們要如何盡可能的 去減少這個重修的風險 那重修的原因 主要大概可以分成三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我們之前 一直在強調的感染 那第二大類呢 主要是外觀的不滿意 第三大類就是龍鼻手術 他長時間的變化 那這三大類我們再仔細看 我們要怎麼處理它 首先我們來談感染 那感染之前談過啦 假設我們的龍鼻真的遇到感染了 客人跟醫師之間要有充分的默契 就是我們要很積極的處理這個問題 先試著抗生素 飲料 看看他的治療效果好不好 可是如果在積極的治療之後 治療效果不夠好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建議 提早把這些外來物質移除掉 盡快的移除感染源 讓感染趕快過關 然後讓原本流下來的組織呢 盡可能的保持健康 保持他的彈性 組織彈性還在的時候 讓鼻子好好休息 休息半年之後呢 再重新再重建鼻子 就可以做到很好了 因為鼻子組織的彈性在 未來在重新創造鼻型的時候 一樣可以做得很精緻 就是我們之前談的 留著青山寨 不怕沒踩山 這是我們對感染的想法 那對於外觀呢 我們怎麼處理呢 其實外觀的問題 當然就相對比較多種了 包含鼻背過高過低啊 那我們就會用我們之前談的 龍鼻美學三部曲去判斷它 過高過低就去調整鼻背的線條 那如果過寬的話呢 可能就可以考慮敲鼻鼓 關於鼻頭的話 就很有可能做的 延長不夠 還是比較短小豬鼻 或是過長了 變得有點烏火鼻 那我們就會試著去調整 鼻頭的位置 或者是鼻頭還是太大 那我們之前也談過 蒜頭鼻是怎麼處理的 鼻翼過寬就處理鼻翼 肉鼻孔呢 可能合併附和一支鼻半 我們其實之前談過很多 在這些外觀上 不夠滿意的時候 我們的處理方法 我們就是對應的 這樣去處理它 那其中呢 還有一種外觀呢 是很常見的重修原因 就是歪鼻 可是歪鼻的話 有一些歪鼻相對是好處理的 單純只是甲體 滑開了 並不是在鼻子的正中間 這種通常可以處理的還不錯 可是有一些歪鼻呢 是原本結構的歪鼻 就包含了 原本的骨頭就是歪的 或者是原本的鼻子就是歪的時候 當我們在創造更立體的鼻子的時候 很容易就變成 看起來會更歪 所以我們有時候遇到這種歪鼻 我們就需要去做個電腦斷層去分析 到底真正歪的原因是什麼原因 是甲體呢相對好處理 還是原本的結構就整個都是歪的 包含鼻中隔的彎曲 包含鼻骨的彎曲 所以這個都要case by case 對應的去討論糾正的方法 有一些是可以透過鼻中隔彎曲的矯正 可以得到一些還不錯的結果 可是有一些歪鼻呢 它的歪是太偏上方的這個眉心的歪 這個有時候 因為這個眉心後面就是一些腦部 一些相對重要的組織 這個有時候就沒有辦法完全的處理它 有時候我們並不是追求說很對稱的鼻子 我們追求的是一個 整體的全臉的協調對稱性的鼻子 這大概是我們的處理目標 那第三種原因呢 就是鼻子長時間的變化 我們有說過 鼻頭啊做鼻中隔軟骨的時候 其實這個延長 軟骨可能有部分吸收 所以有部分的人 尤其使用液體肋骨 是有可能鼻頭因為時間部分吸收以後 大概會比較低一點點 有可能會需要微調 那一點點的話我們可能可以再多點一點軟骨 去加強一下鼻頭的高度 或者是掉非常多 我們就有可能需要用自體肋骨 來重新再創造新的鼻頭了 那也有一些人呢 倒不是軟骨吸收了 反而是軟骨都不吸收 它一直頂得很好 頂得很強的時候 皮膚就上面軟組織 撐久了慢慢變薄了 那這種也有可能會出現 變薄了 鼻背就出現一根 亮亮的這種夾幹 那或者是 鼻頭撐薄了以後 就出現原本鼻頭這些 我們創造這些軟骨的邊緣 這些都有可能 需要再重新修一下軟骨邊緣 或者是 再墊一些組織 像用液體真皮 或者是自己的組織 讓原本的皮膚 再厚一點點 恢復它那種自然的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常見的 重修的原因 跟我們重修的處理方法 那接下來呢 我跟各位冬粉來聊聊 就是我們實際上在重修的時候 常常遇到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先來講鼻背好了 鼻背我們常見的材料有什麼 矽膠、卡麥拉、Gortex 肢體肋骨 或者是一些微整的材料 那這些在重修有沒有一些差異 還真的有 尤其大家最喜歡談的說 我喜歡鼻背用矽膠 因為到時候重修的時候好拿 其實這件事情 對我們手術醫師來說 其實有一點點有趣啦 因為的確矽膠非常好拿 就是說 常常鼻子打開的時候 那個矽膠只要開一個孔 矽膠的鼻膜就會 彈出來的那種感覺 它真的超級好拿的 可是拿完以後 問題還蠻多的 蠻難處理的 是這樣的 矽膠我們常遇到兩種問題 在鼻背的時候 一種是就是 矽膠頂久了 皮膚變得很薄 當矽膠很好拿出來以後 可是它的皮膚 非常的薄的時候 其實它非常難處理 就是說 軟骨架外面這個皮膚 很像是一個棉被一樣 棉被本來就要有它自然的 該薄的地方要薄 該厚的地方要厚 可是透過這種矽膠的龍筆 或者是L型龍筆 常常那個皮膚就變成 該薄的地方不薄 然後該厚的地方又薄了一塌糊塗 所以我們反而要花很多力氣 在處理這個軟組織的 厚薄的自然度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以前有談過 矽膠是有可能有軟縮風險的 所以它就會產生一個夾膜 矽膠拿掉以後 外面包了一圈 很厚很厚的組織 或有時候甚至 單層有到3mm都有可能 非常厚的一個軟縮的組織 各位可以想像它幾乎是一個 塑膠條 塑膠圈的感覺 那種塑膠圈會讓整個鼻子拉住 會完全拉不下來 所以我們必須要花很多的力氣 去把這個夾膜組織把它清下來 所以清下來又要花一些時間了 而且清下來之後 皮膚又遇到過薄的問題 所以老實說 長時間的鼻背放矽膠 要重修的時候 除了夾體拿出來的瞬間 有一點點快感以外 其他的都不是那麼好處理 好 這是矽膠 那Gortex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之前 大家網路上討論以後 大家都覺得 我們不要用Gortex 因為Gortex它非常難拿出來 其實我們比較熟悉重修的醫師 其實Gortex拿出來 大概比矽膠也多花個 5分鐘左右 就拿下來 其實它沒有想像中那麼難拿 而且它的這些夾膜的問題呢 反而沒有像矽膠那麼嚴重 它大部分拿下來以後 還是會遇到皮膚過薄的問題 可是最少不會說 拿完以後 我有一堆夾膜的問題要處理 所以我個人重修上 我並不覺得 Gortex比矽膠還難處理 甚至我心中隱隱覺得 其實Gortex好像處理起來 比長時間的矽膠還好處理一點點 這是鼻背放Gortex的特性 那卡麥拉呢 其實它的特性就跟Gortex是很類似的 只是卡麥拉 尤其是以前的一代卡麥拉 因為它是複合材料嘛 裡面是矽膠 外面放Gortex 這樣是兩個合在一起的材料 那時候的卡麥拉相對比較硬一點點 比較容易鼻背出現這種紅紅亮亮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常常因為這種紅紅亮亮的問題 要去置換鼻背的材料 那再來呢 我們談自己的材料 就是如果有時候放整隻肢體肋骨 其實自己的東西 就會特別的會癒合得很好 癒合得很好 換句話說 我要取出的確就麻煩了 所以反而真正難處理的是 像肢體肋骨其實就比較難拿 我就要非常小心的處理 因為太粗魯的處理 皮膚受傷太多 那個皮膚會有問題的 所以肢體肋骨是難拿的 那什麼最難拿呢 碎的肢體肋骨最難拿 有一個其實很棒的做法 就是筋膜然後包著切碎的肢體肋骨 這樣子去處理鼻背 相對比較自然 而且它感染風險相對低 而且都是自己的材料 所以當它是成功的時候 它是很棒的一個方法 可是要重修的時候 它是非常痛苦的 各位可以想像 把筋膜打開以後 裡面有一堆小珍珠 然後那些小珍珠 真的要很認真的 都要把它清掉 不然如果有幾顆沒有清掉的話 到時候我們置換新的材料的時候 那一些小著碎的肢體肋骨 就會造成一些凹凸的問題 所以我個人反而會是覺得 筋膜包碎的肢體肋骨 其實幾乎是最難拿的一種材料 好那微整的部分 玻尿酸沒有什麼問題 甚至宿前把它融掉就好了 如果是微晶齒 微晶齒也還好 微晶齒因為大部分打的會比較深 貼著骨膜 大概是我們手術的層次 所以大部分也可以 拿個八九層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像伊連絲這一種 它有時候會讓鼻子 皮下的這整層組織會黏在一起 因為它還要睜持 它黏在一起 要拿的時候就有點點麻煩 因為要拿就幾乎把 皮下的所有組織都拿掉了 就只剩下包包的皮膚 所以有時候伊連絲 大家覺得它是微整 可是我覺得要清楚這個伊連絲 真正這種鼻從胸 幾乎是一樣的複雜 所以我個人在 在以手術醫師的角度來看 我比較不建議伊連絲打在鼻子上 這大概是我們針對 鼻背這個從胸 我個人遇到的一些 比較有趣的事情 那我們再來談談 鼻頭的部分 我們大概可以分成兩大類 鼻頭要把它頂起來 一種是那種傳統的L型龍筆 把鼻頭頂出去 那頂久當然鼻頭就容易有加幹 所以這時間皮膚變薄了 就可能要考慮重修了 另外一種就是結構式龍筆 這兩個有種差別呢 L型龍筆它難處理 是難處理在皮膚的部分 因為它的軟骨架 就是原本的鼻中隔這些 在這種傳統手術裡面 其實它並沒有受傷太多 所以反而在創造軟骨的部分 幾乎跟出鼻一樣好創造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子 它的材料選擇就會比較多 要用鼻中隔 要用一脊肋骨 要用字體肋骨 基本上都可以 它難處理還是難處理在這個皮膚 不正常的變薄 要怎麼把它修飾好 讓它自然 這個是傳統L型龍筆 在鼻頭部分我們遇到的問題 那另外一種結構式龍筆呢 哇結構式龍筆 它之前做的時候 就是把整個包含鼻中隔 整個都重新拆解掉 再重新組合 當我們要去重修它的時候 我們要整個拆解掉 所以相對是比較大的工程 再重新組合起來的時候 我個人就會比較推薦 使用字體肋骨來做重修 這個時候如果使用其他材料 像液體肋骨這些 不是說不行 只是因為這邊的組織是曾經受傷過 所以它的血液循環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在使用液體肋骨 它長期的吸收率還是會比較高 會相對比較不穩定 如果之前的手術是 整個完整的做的結構式龍筆 後續的重修 基本上還是建議 以字體肋骨為優先 那如何減少重修風險呢 其實還是那一個不二法門 尊重自己原本的條件 然後我們努力來創造 屬於自己的最美麗 這個還是一個怎麼樣讓鼻整形做得很高雅協調 減少長期風險的一個不二法面 所以說呢 我們要試著在自己組織的彈性合理的情況下 盡可能創造最好看的鼻型 而不是去忽略鼻子組織的條件 做一個太挺太過於誇張的鼻型 這個就非常危險 當鼻頭創造太挺的時候 因為這樣頂力量要很強 頂久了 撐起來這個軟骨結構一定會特別不穩定 它的軟骨吸收會特別的多 之後變形的風險就會高 甚至太緊了 在短時間內 鼻頭的血液循環就不夠好 就好像上次談的這個大陸藝人高溜 鼻頭的組織就會造成壞事 這都非常嚴重的活躍症 那包含鼻背也是 如果太挺的話 其實甲體頂久了皮膚 也會慢慢的變薄 然後出現甲感 這些都是去忽略掉自己本身的條件 去創造一個不適合自己的鼻型 可能會遇到的風險 在這種情況下 組織的癒合也會變得比較慢 一慢就容易造成後續的這些感染風險 這些都是互相相關的 所以尊重自己的條件 創造屬於自己的漂亮 這個還是我們需要花更多的心思 跟自己的意識討論的 像我自己的話 我們會使用我自己的這個模擬的方法 這個模擬方法會考慮到組織的彈性 所以的確就可以在數前 在考量您本身鼻子合理的強度 就是合理的極限的情況下 去設計屬於最好看的鼻型 在這個方面 的確是可以讓鼻型除了協調以外 減少長期的風險 那這個部分模擬 我們在下一個單元的時候 會再把它談仔細一點 那包含重修的話呢 我個人的習慣呢 會去做個電腦斷層 去分析一下說 到底為什麼現在的鼻型是不滿意的 到底發生什麼原因 還有去分析裡面的結構 有沒有鼻中隔彎曲 有沒有呼吸道的問題 有沒有一些在數前就應該要注意到的事情 然後再利用這一組模擬 這個電腦斷層這個結構 再去進一步的去模擬 我們新的鼻型 所以到時候是連鼻頭要變挺多少 延長多少 還有新的鼻膜 這些所有的細節 其實都在這個模擬的時候 會談得很仔細 一樣這個 我們下一集再把這個電腦模擬 這個我自己的這個方法 我們來講清楚 其實我們在鼻子重修的時候呢 客人常常也搞不太清楚 他之前經歷了哪一些手術的方法 鼻重修絕對是一個有風險的治療 所以我們都必須特別的謹慎 其實每一次重修的時候呢 都會造成 組織的健康程度下降 所以其實我們是拿著 組織健康程度的下降 去換每一次重修的機會 所以都需要特別謹慎 我們都會在數前做電腦斷層 盡可能的去分析這個結構啊 分析到底是什麼原因 像我的重修的客人 數前我們可能就會討論到 一兩個小時以上 募求在每一次手術 把它做到最仔細 希望這個就是 最後的一次理醫整形 當然這一切都是數前盡量做 可是有一些問題 的確還是得 總數中打開了 我們才會發現 在這裡面的陷阱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 重修手術很像是 前一個醫師寫給我的情書 有時候評估直訴的 有時候文情並茂 然後有時候 所以我們必須每一次都 耐著性質的去 解決我們眼前的問題 當然大部分狀況 我們都可以處理得很好 然後幫我們的客人 恢復很漂亮的鼻型 其實這成就感還蠻棒的 鼻整形 我們都要特別的謹慎 特別的小心 自己不要寫情書給未來的自己 那經過上面的解說 各位有沒有對於鼻蟲修 有更深入的了解呢 我想問問各位 在看這集影片之前 各位認為鼻蟲修呢 是有多高的風險呢 A 1-10% B 20-30% C 30-70% B 70-90% 歡迎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訂閱我們的IG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我們就來看下read JMP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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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